好的 要持續來看到 就在動有廉價期間大陸的無人機 8號下午再度飛越京夏海域 全程還透過直播宣稱是飛至天下第一哨的 馬山觀測站附近上空 還空投這個船單 金房部則是澄清是飛到馬山波音牆附近的上空 對此前立委郭正亮在9號就表示 這確實可能是來偵探金門的防禦盲區 更糟糕的是中國大陸看到之後 以後如果真的朝這邊攻擊丟炸彈的話怎麼辦 因為這個不是第一次啦 所以不是第一次 所以才讓人家更覺得 你這個軍方到底在幹什麼 那搞不好他在做一個宣傳 他把這個當文宣 說你看我中立科技的產品真好 可能飛得高 他也沒有辦法把我弄下來 那照得又那麼清楚 那台灣都無可奈何 搞不好這是一種宣傳 我倒不認為這個是解放軍幹的啦 因為很多人就會到金門外島啦 幹嘛啦 然後來拍一些影片 那這個大家好奇就會去看 對 那問題是你顧力熊能幹嘛 這個跟智慧權也沒有關係啊 因為這個是無人再拒啊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顧力熊他今天這樣回答我們 也不知道他要幹嘛 這個是6月6號當時啦 那個坦白講他那種講話的方式喔 那叫律師語言啦 律師語言是不適合當國防部長 國防部需要的是SOP啦 就是要清清楚楚 我什麼條件可以把它打下來 什麼叫做依比例 那依比例由誰來判斷啊 依比例就是法律用語嘛 那軍方沒有人再講一比例的啦 他甚至是還原用了聯合國憲章耶 簡直莫名其妙 我是建議他把法律都丟掉啦 好好唸一點軍我們國防部出的專書啦 了解一下過去的教案是怎麼寫的啦 這樣會比較實在啦 說實在啊 比如說我們以前因為有討論第一集啊 那就有討論到什麼情況之下 可以把對方無人機摧毀嘛 軍方有規則的喔 不是像他這樣講的 什麼依比例 那太可笑了 他一定是有說 打下去打上去 他掉下來會掉在哪裡 然後會不會掉到海上 那海上有沒有其他的民船 軍方的理解是這樣的啦 哪有在什麼依比例 端午佳節將至之旗呢 這個參謀總長梅家術在一連兩天 他是到金門地區來釋島 代表三軍統帥 賴新德總統和國防部長顧立雄 要衛免官兵束手前線的辛勞 提前祝大家端午愉快 而梅家術在釋島金防部的時候 還秀出了合照 對此退役少將立正結 他就怒批此舉是在外宣 搞不好還可能會變成泄密 我特別要講梅家術到金門去 他到亮島去也照相 到這邊去也照相 照相就算了 你還放在網路上面 你知道這是泄密的行為 我跟你講 我馬上就可以知道這個島 守軍有多少 就在那邊跟總長一起照相 對你是不是泄密 你總長帶著泄密 我跟你講怎麼去研判敵情 就從這些蛛絲馬跡 這個俄烏戰爭裡面 烏克蘭第一個被打掉的 這種愛國者導彈系統是誰卸的密 是他國王部長卸的密 他國王部長怎麼卸的密 他去四島那邊很得意 跟愛國者一起照相 結果那個旁邊那個 阿兵哥身上的背章 這個烏克蘭他們部隊都有背章 他一看這個背章 這個二軍馬上就派回來 這個部隊駐地在什麼地方 你國王部長到這邊去跟愛國者 表示愛國者在這邊 所以他就一輪的這種 空中的攻擊就下去了 閉手導彈就下去了 所以說我是建議梅家術 你自己本身是海軍出身的 但是我覺得說你在這種狀況下 你是不是到這外島去視察 你應該要低調一點 你不要說是為了鼓勵官兵士氣 你知道這下面給誰看 你發布在網路上面給誰看 你是給老百姓看 你幹嘛給你老百姓看 我們自己軍人來講的話 我以前在軍中的時候 很多長官來視討 他們也沒有把這下面 公然的發布在那邊 給所有官兵 給官兵看可以了 但是你沒有必要給老百姓看 那你在宣導什麼 你在外宣什麼 你不要外宣搞不好 你變成自己在泄滅